2008年3月1日凌晨 美国德克萨斯州阿尔巴县 一位居民透过自己家的窗户 看到家中不远处 似乎有浓烟串上了天空 循着烟升起的地方 他发现距离自家院子 大约10米远的地方 仿佛有个身影趴在那里 而且似乎正冲着自己家的方向爬行着 仔细观察后 他发现那是一个全身湿透的男子 好像还受了伤 这位居民立刻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这位居民立刻拨打了911报警 这是 Tommy Gaskin 我还有一个男子的被冤 好 先生 我有几个问题 我必须要问你 是他认识 是他认识 是他冤识 是 是 当时这事发生 我不知道 只有一点钟 他冤识 是他冤识 去 有一个居民立刻的 是他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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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冤识 是他冤识 是他冤识 他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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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冤识 我没有 冤识 一开始他和接线员交流还算是顺畅 告知了自己家的地理位置 还大概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形 他一再声明门外的人需要急救 可不时去的接线员却一直在问他 是你让他受伤的吗 这些问题使得这位邻居感觉非常的不爽 他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好在警方有了地址 救援及时赶到 男子这时才发现 原来受伤的人正是他的邻居特里 特里的家距离男子家 直线距离大约是500米 此时他们家的方向已经火光冲天 显然他是中了枪 带着伤痛从大火中爬了出来 期间还蹚过一条小河 那河水可不算浅 估计满身都是伤的特里 差点就被淹死吧 由于特里满头满脸都是被红色覆盖 所以这位邻居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是谁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主要讲述一些先为人知道真实的案件故事 作为一个案件迷 我希望分享这些案例的同时 带给大家一些警示的作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五月的频道哦 也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 又是发生在民风彪悍的德克夏斯州 阿尔巴是德州南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镇 全镇人口也就是400多人 属于地广人系的农村 特里卡非是一个有经验的医药代表 主要是为各大医院提供医疗设备 以及为人们提供家庭保健援助 妻子佩妮则是一位手巧的裁缝 她还在闲暇时间负责给附近的餐馆 进行送餐的服务 两人育有三个子女 16岁的大女儿艾伦 13岁的儿子马修 和8岁的小儿子泰勒 在三个孩子都还很小的时候 佩妮一直坚持给他们homeschooling 但是当最大的女儿艾伦开始上高中时 夫妻俩决定将孩子们送到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 父母恩爱孩子乖巧懂事 周日是他们全家最重要的日子 他们会盛装来到教会 母亲是教会里的私情 也就是用钢琴为美妙的诗歌进行伴奏的人 女儿艾伦参加了教会的唱诗班 她的歌声尤为出色 她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登台独自演唱歌曲 艾伦那深沉而美丽的响音 经常一首歌之后 让很多聆听的人都流下泪水 2007年16岁的艾伦开始上高中了 她的性格很活泼 她还拿到了驾驶执照 并在一家叫做Sonic的连锁快餐店 找到了她人生中第一份的工作 这些所有的变化 对于艾伦来说都是崭新的 过去的十几年 她所有的生活都在教会里 在家中上学和父母去教会 在那里读经唱歌 所以外面的世界对于艾伦来说非常新奇 她很喜欢快餐店的工作 因为那里有很多和她一样的女孩 还有一个叫做查理的男生 查理威尔逊比艾伦大两岁 怎么说呢 18岁的她是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人 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父母离异后先后重组了家庭 没有人真正的关心她 只有查理的姑妈偶尔会照料一下她的生活 但也就是能够维持查理有一个住处 不至于她在街上去讨饭这个样子 查理高中都没有上完爱和人打架 反正她就是人们口中粗鲁的坏孩子 但就是这么一个坏男孩 把16岁的艾伦彻底的迷住了 所以他们开始偷偷摸摸的约会 女儿的变化怎么可能逃过父母的眼睛 特里和佩妮当然全部看在眼里 他们决定和女儿谈一谈 父母当然是想见见这个和女儿谈恋爱的年轻人 他们决定邀请查理来家中做客 还记得初次见到查理的那个晚上 忙碌了一天特里回到家中 他看到查理坐在自己平时休息的沙发上 斜斜的就歪着头 对于他的回归无动于衷 本以为这个小青年可能是害羞或者是什么原因 特里主动走到沙发前伸出手对查理说 你好你就是查理吧 可没想到的是查理始终坐在那个沙发上 斜眼看了他一眼算作打招呼了 甚至连屁股都没有欠一下的意思 特里那只伸在空中的手只得尴尬的收回 父亲特里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没叫养透了 他很诧异他的女儿是瞎了眼吗 找这么一个没礼貌的男朋友 不过他们从女儿那里听到关于查理的身世 也觉得这个孩子需要特别的关注 自从那晚之后查理就经常被特里和佩妮邀请到家中 和全家人一起共进晚餐 夫妇俩这样做的目的其实还有两个 一来是不放心自己的女儿 毕竟两个孩子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他们也不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还有就是他们也希望多了解一下查理这个孩子 但父母还是过分自信了 其实在私下里两个年轻人早就越界 艾伦的父母还给查理制定了一个规矩 要求他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离开 因为艾伦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学业要完成 另外两个孩子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结束通电话 让特里和佩妮感到欣慰的是 查理开始跟着他们全家一起去教会了 但很快两人觉得自己还是做错了 在教堂里两个孩子形影不离 有人反映查理还在教堂里把手放在艾伦很隐私的位置 教会礼拜结束后 人们通常会聚在一起说话聊天 而这时小情侣就好似一对鲶鱼 非但不参加与其他人的互动 反而专找隐私的角落 哪里黑暗就往哪里钻 两人不时的互相拥抱和亲吻对方 让前来参加敬拜的人们感到不适 这着实有点惹恼了父母 他们并且发现 查理除了他好斗的个性 还表现出很强的控制欲 他总是强迫艾伦 一直要和他待在一起 不许与其他任何人说话 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是青少年中早恋的一些小问题 但艾伦的变化不止这些 他进入高中后 成绩一路下滑 这也是父母对女儿的这段恋爱关系 彻底不接受的理由 特里和佩妮一向注重教育 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绩优秀而且懂礼貌 他们认为如果继续交往下去 查理迟早要毁得自己的女儿 有一天查理给了艾伦一枚香油钻石的戒指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 他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而且价值应该不菲 似乎是查理的父母或者是祖母的传承 为此特里和佩妮找机会与女儿艾伦长谈了一次 他们严肃的说听着我们认为查理对你有很不好的影响 你必须得和他分手 女儿低着头开始哭泣 他说谢谢你们我是打算和查理分手的 特里和佩妮当时都感觉特别好 事情看起来比预期的还要顺利一些嘛 但事实上他们的女儿对他们撒了谎 表面上他是和男友查理分手了 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加的密切 跟着查理艾伦还认识了他的很多朋友 二人经常和一对小情侣结伴出去游玩 他们是韦德和鲍比 韦德20岁 他的情史丰富 曾经结婚还离婚 目前他的前妻带着他们的女儿在生活 鲍比则是一个18岁的小太妹 艾伦只有16岁 但他是这群人中最有主见的一个 因为自从父母向他表明态度后 他就开始在聊天中透露出想除掉自己父母的念头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背后发凉 这个看起来聪慧睿智的女孩 他的言语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而且如果你认为他的想法只是一时的气化 那你就错了 他是真的会付诸行动的人 自从有了父母给艾伦下的分手命令 在艾伦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四个人认真开始讨论起 如何除掉艾伦的父母 因为在艾伦的口中 他的父母是讨厌的 对什么事情都要横加干涉 更加过分的是对于父母制定的规则 自己如果稍有违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艾伦说他非常羡慕朋友们没有大人干预的生活 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同情他 而当得知女友因为不同意分手 遭到父母的殴打和责骂时 查理也不淡定了 几个人于是决定支持艾伦 帮助他除掉他那令人作偶的父母 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原计划的动手时间是2008年的2月28日晚上11点45分 但是到了凌晨12点40分 焦急等待在家中的艾伦一直没有见到朋友们的出现 他连续打了六个电话催促男友 一直在催促 你在哪呢 你应该来的 怎么还不来 在艾伦不断的电话轰炸下 查理韦德和鲍比开车来到艾伦的家 但是他们只是停靠在附近的马路边上 因为艾伦家的狗狂吠不止 艾伦就将狗狗关在一个储藏室里 然后又偷偷的给男友打电话说 现在可以动手了 但是此时车里的三个人都有些迟疑 艾伦又不得不偷偷的溜出家门 坐上伙伴们的汽车 他们将车开到附近的墓地 商量了将近一个小时 具体他们商量了什么 五月马上就会给大家揭晓 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二十岁的韦德表示 他目前正在和前妻打官司 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他说他需要两千美金来支付律师费用 艾伦说我父亲就有啊 我知道他有四千多块钱 都放在一个保险箱里 并且我偷偷记下了他的密码 事成之后你都拿走 只要你能帮我解决我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承诺 四个人不再犹豫 他们开车来到艾伦的家 两个女孩待在车里 查理和韦德则通过后院 艾伦预线留好的门 进入了房屋 一楼的主卧室里 特里被砰的一声巨响 从梦中惊醒 黑暗中他发现 卧室门被女儿的男朋友 查理和一个年轻人撞开了 来不及反应 特里就在对方胡烂开枪声中倒地了 他的上身已经中枪 然后查理手中的武器似乎卡壳了 站在一旁的韦德 毫不犹豫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五十刀 刺向了佩妮的胸膛 做完这一切 二人退出房间 静止上了二楼 因为艾伦13岁的弟弟马修正在楼上惊呼 查理停下来你究竟在做什么 但是马修很快就不能开口说话了 因为他的头部中了一发 当场倒地身亡 穷凶恶极的查理和韦德 还闯进了八岁泰勒的房间 他们在一个隐蔽的衣柜里 发现了瑟瑟发抖的泰勒 并且用刀子残忍地结束了小小的生命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二人迅速席卷了房子里值钱的东西 根据艾伦的指示 他们在特里的保险柜里 见到了300美金 二人还将艾伦提前准备好的 一个小包裹带出房间 那里边是他换洗的衣服 四个人合力将房子点着后 驾车扬长而去 卧室中的特里从疼痛中醒来 在已经蔓延的浓烟中 他观察到妻子已经没有可能醒来 艰难地爬出房间 他上了楼 他也知道两个儿子已经遇难 他便带着伤痛拼命地爬出房子 此时的他甚至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活下去 但他有一个信念 就是要活着告诉警察 这件事是谁干的 随后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一幕 特里艰难地游过小河 出现在邻居的草地上 他在邻居的帮助下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所幸的是 查理虽然乱开了十几枪 特里受伤的部位还是集中在肩膀附近 脸上也中了一枪 但并没有性命之忧 警方很快得知 制造这起人间悲剧的人就是查理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镇子 人人都知道查理是谁 警察很快来到查理家 发现他的住房状况非常的糟糕 房间里昏暗而且混乱 到处都堆满了垃圾和吃剩下的披萨盒子 查理一个人光着膀子躺在床上睡觉 警察叫他穿上衣服去警察局 这时细心的警察发现 查理的一件衬衫上有不少红色的印记 一到警察局 查理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警察随即带着搜查令 再次回到查理的住所 他们尝试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正当他们东挖西巡的时候 一个警察低头看到了一缕金色的头发 看起来像是一个洋娃娃一样 出于好奇 警察就去拎起那一座头发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两只眼睛抬起来看着他 那是艾伦 他就蜷缩在一堆垃圾中 当被警察发现时 他瞪着两只迷茫的眼睛问警察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房间里 警察告诉他 他的家人出事了 艾伦还故作玄虚的说 哦 我肯定是被下药了 肯定是一只赤蜜于我的查理 将我绑架过来的 警察相信了他的话 并安排他的祖母来陪伴他 祖母抱着艾伦 痛哭流涕的说 孩子 你真幸运 知道吗 你的母亲和两个弟弟 都死于非难 你的父亲还在急救中 祖母决定带艾伦回家 可就在这时 一位警察发现 艾伦身上有很大的烟味 他们随即安排艾伦 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结果让人吃惊 艾伦的体内 并没有任何的药物成分 显然他撒了谎 所以当他们根据查理的交代 找到韦德和暴婢的时候 他们更加的确定 艾伦参与了他们的行动 因为另外三个人的口供 完全一致 说艾伦就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 这个看似无辜的16岁小女孩 从小就是完美的小公主 她美丽的歌喉 曾经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人们完全无法将她策划 和督促一帮乌合之众 对深爱自己的父母 以及两个无辜的弟弟 下手的恶魔 相联系在一起 但是铁证如山 他短信中赤裸裸的说 请你们回来 请你们回来 求求你们来杀了我的父母 当父亲特里的身体 得到一定恢复之后 警察在一次探访中告诉他 艾伦参与了整个计划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这个父亲 在他的内心世界里 他的阴影面积该有多大呀 这显然超出了一个 正常人的认知范围 这个乖巧而且言听计从的女儿 夫妇基于厚望的艾伦 居然亲手毁掉了他们的家园 特里面对记者的采访坦言 他的身体虽然得到了恢复 但是这件事情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他常常从噩梦中惊醒 严重时他必须手握一把武器 才能安然入眠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其他的三个人是如何告诉警察的 查理从女友艾伦的口中得知 特里和佩妮就是天底下最恶毒的父母 他们打骂欺凌自己的女友 还说自己是个垃圾 并无情地阻止了两个人在一起 在他看来艾伦急需保护 至于为何艾伦的两名无辜的弟弟也被牵连上 他说一不做二不休 两个孩子都知道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们不能活 韦德则告诉警察 他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艾伦告诉自己 如果按照他的想法解决了令他头痛的父母 就可以得到这笔钱 18岁的女孩鲍比 虽然没有入室行凶 但他也参与了整个过程 他说自己作为韦德的女友 无论做什么都会支持他们 劫后余生的特里 本来是想让查理和韦德得到死刑的惩罚 但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当他走入教堂 他不自觉地开始为查理和韦德两个人祷告 其他三位施暴者的家属 实际上也和他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 特里最终原谅了他们 他还去了法庭 向法官请求 不要将查理和韦德判处死刑 他相信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是一起去了天堂 因为上帝喜欢佩妮的钢琴演奏 最终查理 艾伦 韦德 还有他的女友鲍比 都因为加重谋害罪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并且查理和韦德没有任何假释的机会 艾伦则在40年后可以申请假释 特里还原谅了自己的女儿艾伦 他们依然保持着妇女关系 他常到监狱中探视女儿 艾伦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谋害的策划人 他告诉父亲 自己是被查理和韦德逼迫的 当父母和弟弟在家中遇害时 他被胁迫 不得不在车里等待 重要的是 父亲特里相信 女儿艾伦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 艾伦永远也无法解释 他提前给自己准备的小包裹 和来自他手机里请求男友查理 来杀了他父母的证据 还有一件事情忘记提及 就是当杀人放火之后 两个人回到查理的家中 还做了羞羞的事情 生活还是要继续 我们故事中的特里先生之后又结了两次婚 他在第三次婚姻里还拥有了两个妓子 画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 希望这个命运多舛的男人 能够好好的享受余生 今天的故事发人深信 相信全天下的父母 都有一颗爱孩子的心 甚至有一些伟大的父母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也相信大多数的父母一直在努力的给孩子们提供稳定的生活 并且关心孩子的教育和社交 关于如何有效的与处在青春期的子女进行沟通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性难题 我看到了一个观点是说 做父母的不要尝试去做孩子的朋友 他们并不缺朋友 父母的职责是给孩子们点亮一盏明灯 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并且适时为孩子们指出他们的错误 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 特里和佩妮夫妇正是这样做的呀 他们也在尝试理解女儿 恋爱之初一直抱着接纳查理的心态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也并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 所以伍玥觉得教条式的育儿经验 未必适合所有的家庭 艾伦显然没有学会交朋友 根据艾伦的成长经验 我唯一觉得不够妥贴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在高中之前 由于他们的母亲为孩子们选择了 homeschooling的教学方式 似乎艾伦的童年里没有怎么接触过外界 更别谈有知情的朋友了 以至于他第一次情斗初开便遇上了渣男 而且他周围的朋友也都是行走在社会边缘的人 不过据说查理并不是艾伦的第一个男朋友 因为在法庭上艾伦的前男友出来作证说 二人在交往时 艾伦曾经不止一次的要求男友谋害自己的双亲 好了今天的案件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五月以这样的方式讲故事给你听 那就点赞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你们千万别吝啬给五月留下只字片语 那些鼓励的话语真的就是我前进的所有动力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